对产科医生扎西卓马来说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休息日 每一天都有带出生的小孩 会迎来他们人生的第一次生日 这是一个斑痕子宫孕产妇 因为子宫必薄 需要进行抛工产 宁雪跟那个淑雪四下明治 还有二十分钟吗 还有二十分钟 赶紧吹一下能不能加快一切 凝血功能障碍可能导致 大出血等手术并发症 没有拿到病人的凝血四项指标 手术无法进行 但时间越长 病人子宫破裂的风险越大 有点点 在这 第二期 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不着急 搬上子宫一定要看清楚 在这 我感觉妇产科是医院里唯一每天都有喜事 二十二点三十六 只要大人小孩都好的话就挺欣慰的 结局是好的 没有大出血 没有子宫破裂 母子平安 深夜十一点 开始手术缝合 医生们终于放松下来 他肯定会觉得自己的香口变好看 一年半的组团式圆葬生活很快就要结束 黄南想尽可能地把自己十几年的临床经验 交受给年轻的医衔医生 在科室这些小姑娘中 黄南对自己的徒弟扎西卓马 倾出了更多的关心 经验科 银外科 累死累活复产科 最累的就是复产科 去年大概出生了2600多个新生儿 五个月孕期的认高症病人小腿明显浮重 尽管从医五年来多次处理这种病例 但每一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扎西卓马一如既往的高度谨慎 黄老师你好 我们副产科的 那个长袍采招来了吗 他在ICU吗 第二个是在八年前 在我们医院顺产 那时候血压不高 啥啥都好的 你去看一下 对 这一边 那我这些是好的 他自己知道月经吗 黄南擅长产科高危病症处理 扎西卓马跟着老师查房 参与病例分析 从每一个细枝末节中汲取经验 医学是一个经验学科 可能你在临村上待一年两年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你待了五年六年 八年十年以后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从医学院走出来 从医学院走出来 扎西卓马的医迹日渐纯熟 但同理心的建立需要更多人生经验 尤其是当上母亲后 扎西卓马对孕产妇的情绪和疼痛 才有了更为真切的理解 其实公司痛到强度的时候 我根本都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 那个时候是不理解的嘛 所以说自己有体会之后 我就更能体会到他们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他们的印象力就是只会跳过胀 我一赞成他们就说 现在还会跳绝世啊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代 路还长着呢 说这个阶段的孕妇 我们不能让他们坐月子 一直躺在床上 不到我怕 一定要下地活动 爸爸晚上又不回来吃饭呢 他才给我打电话 他给你亲家没的呀 好嘛 现在这块是作业 拜拜 说实话 我们是学医的 从小基本上没怎么带过他 所以说他跟我的感情也不是太深 他特别因恋奶奶 尽管通讯发达 黄南坚持用传统的书信方式 表达对女儿的爱 他把这些手写的家书复印出来 留在身边 也作为自己对这段原葬岁月的纪念 这就是我刚刚走了两个月 特别担心她的时候 我就给她说 我说开学已经一周了 今天又上了第一节奥数课 妈妈开始挺担心你 担心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的英语能不能每天坚持打卡 我说我走过兴过第一站 狗的海地已走行 狗的怎么去趁 狗风怎么去趴 这样过到时间的凉了 不过我对 det起来 我笑 我笑 每一次光景争 独发 你 不看到她 快接受当uta了 他 看着她是对的 不懂寻碍怅 在这一村 这一村 不听得出是吧 好 妇产科的职业也好 或者是我喜欢跳舞 跟这么多的队友在一起生活 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再来回忆这一段 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段时光 昌都市人民医院 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家公理医院 每一天都见证着西藏现代医疗的发展和更迭 西藏之心是一代代人的青春之歌 是七十年的初心移旧 无愧时代不负烧华 温永的后浪将是这个时代里 西藏无限的风光 一切都是崭新的 你好 新西藏